多謝你們支持收看我的視頻 今天真的要多謝REVLOG 因為他送了他們最新的3D眼影連底箱組合給我 令我有機會可以和你們分享一下 他的最新組合的顏色 設計了幾個不同的化妝給你們一齊看一下 理想的眼影效果當然有層次感 一盒眼影的組合如果有紅黃藍青紫 多少顏色都好 但他們之間欠缺了漸變層次對比的話 塗出來一樣都是完全沒有層次感 令眼睛完全沒有輪廓 想要鮮明、有層次、立體的眼影效果 這盒眼影一定是你化妝袋的必備發佈 它有一格柔滑的底箱 和能夠乾濕兩用的三格漸變組合眼影 還有一格閃粉 它的設計很細心 以眼睛的形狀作為藍圖 令初學者可以在對應的位置上色 易學易用 REVLOG的PhotoReady系列 我當然要PhotoReady 究竟怎樣的眼影、怎樣的底妝 才能夠真正保持PhotoReady 千萬不要走開 看下去 準備一塊乾淨的臉 粉底是ColorState持久無暇水潤粉底 是150色 不要看它好像很白 慢慢塗開就會跟皮膚完全融和 另外就是同系列的遮瑕箱 質地很柔軟、不乾潔 遮瑕效果都不錯 碎粉定妝 很喜歡ColorState的這支眉筆 它的質地很硬 而且是防水 畫出來的眉毛感覺很柔軟、很自然 簡選的顏色是101 Dark Brown 我拿著的這個就是515色 以下的這個眼妝 就是依據著它的指印設計去化的 看到都很簡單 用手指就可以上色 而上色的次序和位置 就可以參照合背的指示 每一盒眼圓都配有兩支海綿棒棒的 那我用這個海綿棒棒 就拿出閃粉放在眼頭的位置 繼續用海綿棒棒 拿少少3號的顏色 由下眼尾、後向前掃 三分一長左右一個位置 可以進一步加深眼部的輪廓層次 細心地上口眼影 當然不少得要畫一條自然有細緻的眼線 Reflon的眼線筆我一向都很喜歡 防水又油滑 這次推出新的配方 就是一向優點再加強的版本 它非常方便的轉心設計 不怕畫到挖了之後 就沒有筆跑刨 另外它真的有設有 在筆尾有一個毛刀片的筆跑 非常細心 龍蜜蜂滿的睫毛效果 不是只凸出一雙眼妝 還可以凸出一雙眼神 所以睫毛膏是很重要的 現在這個是Photoready 3D Volume的黑色 顏色 胭脂、光影、陰影 一盒就已經完成了 這個是001色Pink Rose 用過更多牌子的唇膏 Reflon這個Lip Butter 是我其中最喜歡的 045 Cotton Candy 我很喜歡這個顏色 不知道你喜歡不喜歡 除了跟著盒背指引的方法之外 其實顏色的Mix and Match 有無限的可能性 要看著我什麼不同的組合效果 繼續看下去 因為我馬上就會做給你看 這個應該是最受大眾歡迎的 啡金色系列501色 一個使用的小Tips 第一個步驟 用手指拿出Base 塗在整個眼窩上面 就會令到之後的眼影 就會更加持久貼服鮮明 今次是用2號的顏色 來做出眼窩的輪廓 而3號的顏色 本來是建議放在眼窩的位置 我就把它放在下眼 貼著睫毛的位置 由眼頭開始到眼尾伸延 至3分2的長度 甚至長多一點都可以 你會見到眼袋明顯了一點 其實就是現在最HIT的淚袋眼妝效果 加上薄薄的一層閃粉 完成了 這個眼影系列 顏色比較自然 所以我也想配上 一條自然一點的眼線 所以我選用了 啡色的Liquid Eyeliner 而眼線的形狀就會比較瘦長 而且還有少少向下垂 整個感覺就可以配上溫柔 自然一點 唇膏也是我很喜歡的Lit Butter 095 Cream Bully 這支是Photoready系列的Neutral 003 這個是520色 是我最喜歡的一個顏色 因為要找一個不魚的紫色一點都不容易 我找到了 就是它了 一個漂亮的紫色可以令到別人成熟 美艷起來 這也是我喜歡它的原因 農麥的睫毛 又尖又漆的眼線 還有Lit Butter 075 Lollipop的顏色 全部都是令你性感的元素 一個顏色跳皮的組合530 講過了 它的Mix and Match是有無限的可能性 那看一下這個我怎麼變出來 Base打底令藍色更加鮮明突出 3號啡色放在眼窩 本來盒背的指引就是 將4號的橙色放在整個眼窩裡 我就把它調轉 4號放在下眼 金色的閃粉我就用棒棒上在眼頭 就是可以敷應旁邊的藍色眼影更加soft 藍色和橙色之間上下眼影做了一個強烈的對比 是最新底部連了毛刀片不跑的eyeliner 柔軟出色而且防水 挑脫鮮明的眼影 我想配上大橙色的胭脂 順妝絕對要低調 這個效果你喜不喜歡呢 其實整個系列的眼影都很出色 應該在片段裡面都可以看得到 一般日常的化妝應該很足夠 如果你有夜街想要去 想轉個濃厭一點的晚妝 不需要帶多一盒眼影 不用用手指了 只要將盒內切有的兩支眼影棒整濕 重複以上的步驟同樣的位置 它就會令到你的眼妝 即時好像穿上了晚妝一樣 看見了嗎 很明顯的對比效果 這盒眼影怎麼不成為化妝袋裡面的必備法寶 我就很喜歡 希望你們都跟我一樣 這麼喜歡我今天的介紹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